苹果公司跟微信掐起来了 打起来 在前一个视频当中 发了以后 好多朋友都在一起热烈的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苹果公司和微信公司的事情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尤其是目前需要在手机上挣钱的那些行业 那很显然 短距公司是通过手机平台挣钱的 但是呢 目前大量的短距公司 是不在苹果手机上提供短距服务的 其原因 背后原因就是苹果公司烂收苹果税 在欧洲只收17% 在中国要收30% 简直是把中国人的血汗钱不当钱 欺负中国人欺负的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奋起反击 对库克说不 尤其是当苹果16 iPhone16发布的时候呢 我希望更多的人呢 能够用脚投票 不要再购买iPhone16了 买了iPhone16 你很有可能无法使用微信服务 甚至于支付宝啊 或者其他常用的服务 你现在可能能用 过过了一段时间 说不定尘埃落定 又用不了了 就买了一个砖头回来 这不是很冤吗 iPhone16 感谢观看